嗨蘇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是蘇香的新手村 那今天要介紹的格子是商店 基本上就非常快速的帶過 階段性商品的話 這邊我覺得你可以暫時不用考慮 那這邊的話有些人會有疑問說那是要怎麼課金 就是如果你是用點數卡儲值的話 就是像Gash或者是像MyCard這種的話 就是你只能搭配官網給的這個web儲值版而送 那邊的話每一期我都會跟著那個活動簡介那一集做介紹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考 如果是你可以用一些像電信代扣金融卡信用卡 又甚至是那個iPhone可以用的這個App Store點數卡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購買 那也會有就是我也會做各企的禮盒的一些分析 那基本上這邊的這個有錢標誌的 就是都是要用這種方式購買 好那其他的一些鑽石的禮盒都是可以在這邊 這個其他組合包就可以暫時先不用看了 那成長包的話算是一個 你如果你有缺LV20而且賺很多 可以暫時拿來補經驗的一個地方 但是你後期再用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有需求在買 這個我都沒有什麼在買的就這些 好那鑽石的話 基本上我還是建議存起來 好那像這個教練這邊 就是你的教練材料 就是從這邊買的 基本上都是推薦用最左邊的一個 最左邊的一個 那選手的話 這個每天可以免費抽一次 就是你可以碰碰運氣 後面這些用錢的用鑽石 你就可以暫時先不用買了 可以先不用碰 然後就是這個你可以買一些卡包 就是看你要結任還是拿去轉都可以 好道具的話 像是pass券這邊就有賣 然後那個季賽在用的狀態回復藥水 都是在這邊 那如果你有缺C級教練的話 請先把你的工會這邊的先買完 到處再介紹 然後如果你打手動打私動不夠 或者打權力打門票打不夠 這邊都可以補 好那裝備的話 這個工匠基本上彈珠塔應該都有 就是這邊就是暫時不用碰 就是你可能買一點 那個一般裝備箱去換成更好的裝備箱 然後接下來是球衣 球衣的話可以加你的能力值 一般的話就是實在好看 用金幣用金幣去換的 然後球衣的話就是有一些有鑽石 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歡的球衣 然後穿上去就加能力值 全能力加1 好那貨幣中心的話 這邊就是你可以跳過 好最後是紅利 紅利的話基本上高級指名券還算可以換 然後A水跟B水會是比較主流的 那C水就是拿來你不夠的時候把它換 換出來 那後面三個教練系列的不用看 然後選手卡包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存的到這樣子的話 你要嘛就刻1912強 要嘛就不是刻啦 就是買啦 要嘛就買13的經典賽 基本上我是覺得紅利還是都拿來換藥水就好了 那卡包 日常應該都送蠻多的 金幣量應該也還算夠 就是跟著Battle Pass就好了 好整體的商店介紹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最後還是在強調 在不管哪個地方都還是在強調 好如果你要課金的話 就是要先謹慎評估自己的財力的扣打 好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期再見了拜拜